Hello, 史坦和大家的CMM短篇攻略一下 隨著更新而來, 球員上看到特訓球員這四隻大字 原意是用來強化你們本身的球員 但這個系統究竟可以強化多少呢? 我們馬上看看吧 強化系統主要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叫做執波仔調教中心的部份 另一個叫做清潔運動場 大陸版就是中華廚藝學院 所以推薦大家經常在取笑 哪裏是中華廚藝學院? 看不到吧 少林姿的廚房? 到底和不到底, 我們不是在這影片說的 我們是在下一段影片說的 但我們先宏觀看看 這個所謂的調教中心 或者球員訓練到底會強化多少的東西 以我戴巴拿為例 在這五個學校上 其實最終的目標是去到第五級 因為第五級可以去到一個技能的加成 而這個加成是可以選擇的 例如說, 我要衝力射球 還是火焰射球 是不需要現在決定的 你覺得火焰射球是好的 你就轉去火焰射球 衝力射球是好的 就轉去衝力射球 看一看, 因為我賺了火焰射球 原因是為什麼呢? 原因是戴巴拿我的閃卡 或者是我的徽章 都是加火焰射球為主 我加上這兩個level 就已經31 level 火焰射球 31 level 全屬性是123% 那你說是不是很多呢? 我覺得不多 因為都是射不入的 只不過就是看看會不會強一點 這樣解釋的 在執波仔調教中心裡面 第三和第五的關卡 是吃大家的資源最多 第三是需要大家萬用碎片20塊 而五是需要能力碎片24塊 所以第三和第五關 通常被譽為最吃錢 亦是最耗資源的一部分 到底是否值得見仁見智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討論 而聰衣運動場的開啟方式 亦是有特定的條件 每個球員都需要不同的球員 去幫他進入青衣運動場 大馬拉就需要SS的A高尾斯 以及SS的尾斯 去進入中華廚藝學院 好嗎? 好嗎? 那我們再看看其他 譬如我們看看我們的 幾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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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需要 不值得還是不值得